大家好,俄罗斯方面已经证实,乌克兰被逮捕的两名英国人和一名摩洛哥人在周四6月9号,顿涅斯克人民共国法院判处了他们的死刑 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最新的交易证实,一名法官认定这三名男子英国人艾登·阿斯林、肖恩·平纳、摩洛哥人伊布拉辛·萨登 犯有雇佣军活动,并采取行动旨在夺取政权和推翻顿涅斯克人民共国宪法制度 这三名男子是在2月24号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以后,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部队作战时被逮捕的 他们的律师表示,他们将提出上诉 英国目前的反应,英国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虚假判决 英国的外交部长利兹·特拉斯,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完全谴责对艾登·阿斯林和肖恩·平纳的判决 他们是战俘,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合法性的虚假判决 庭审过程,类似于苏联时代的作秀式审判 英国审讯鲍里斯·约翰逊发言人表示 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享有战斗豁免权 他们不应因参与敌对行动而被起诉 我现在在英国,我看了一些英国当地媒体的采访 英国媒体也采访了阿斯林,他家所在的地区的议会的议员 叫罗伯特·战瑞克,我看了一些采访 采访中他表示,庭审过程类似于苏联时代的作秀式审判 不成立,那是现在英国方面的态度 俄罗斯也发布了最新的一段法庭视频 我会把这个视频给大家播放,点开标题 可以看到下面的链接 那从视频里可以看到三名男子被关押在一个黑色笼子里面 外面有士兵守卫,士兵是带着亲俄标志,Z字标志的避葬 他们三个人脸被蒙住 在法院判决的时候把面罩拿下来 而且手里面都给他们颁发翻译文章 就每人一本,所有的判决,英文、俄文翻译 因为他们不懂俄语,给他拿英语的翻译 最后他们要求站立着听最后的判决 这个视频也播放了,我后面给大家播放 从这个视频也可以看,他们的表情并没有过于紧张 我一会儿再说 所以他们对这个判决结果,我觉得早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这次判决是秘密进行的 实际上我在两天以前,我那个视频给大家介绍 我这个判决实际上第一次开庭已经结束了 所以当时对他们这个审理 两天之前,我估计三个人已经知道结果了 那次开庭,他们的结果就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认罪了 我告诉大家,这三个人都认罪了 法庭上给他们公布了相关的证据 这三个人看到证据以后,都认罪了 他们没有什么辩驳的 还有人说自己是游客 有些人还想自己说只是个厨师 来这只是个摄影师 所有的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作战 参与了一线和俄军的作战 根据俄新社的报道 判决下达前24小时 平纳,英国人平纳以及摩洛哥人萨登 已经对暴力夺取政权的行为认罪了 阿斯林对这项射击武器和爆炸物的指控 较轻的指控认罪了 其他指控他并没有认罪 法官的亚利山大尼库林在宣判后对法庭记者说 本案检方提供的证据使法庭得以做出有罪判决 不用说所有被告无一例外的 对所有指控已经认罪 法庭在做出判决时 不仅遵循规定的规范和规则 而且遵循最重要最不可动摇的正义原则 正是因为如此 才有可能做出这一复杂而艰难的决定 采取死刑形式的特殊惩罚措施 乌克兰国内也有这个反应 乌克兰的外交部表示审判无效 他说 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是乌克兰东部 顿巴斯地区两个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实体之一 俄罗斯称其正在为从乌克兰军队手中解放该地区而战斗 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前三天 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 乌克兰和西方谴责此举为非法 那么英国不承认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 英国也没有就此案公开与当 那现在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实际领导人巴斯林已经证实了 英国方面现在并没有和顿涅斯克方向有任何联系 克里米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早些时候表示 如果伦敦方面直接向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提出这个要求 很可能相当于事实上承认了该地区的独立性 那今年4月28岁的英国公民阿斯林和48岁的平纳 在争夺马里波尔控制权的激烈战斗中 被俄罗斯支持的部队抓获 他们的家人表示啊 自2018年以来他们都住在乌克兰 今年3月呢 马里波尔和顿涅斯克首府之间的小镇上 萨登他向俄军投降了 这个萨登投降最早在3月份投降的 萨登被捕以后呢 摩洛哥当局啊 未对此案发表过任何评论 摩洛哥非常低调 基辅呢 谴责法庭的裁决没有权威 并说啊 这些武装分子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 因此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那被占领的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呢 奥列格叫尼古连科他说啊 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 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的所有审判均无效 这种公开审判将宣传的利益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 并破坏了送回战俘的机制 那目前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 自冲突以来呢 双方都抓获了数百名敌方的战斗人员 实际上呢 宣判结束以后呢 这三个人呢 可以在一个月内 根据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他在一个月内可以提起上诉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呢 英国方面的准备提起上诉啊 如果不提起上诉 他们将被立即执行死刑 那么这三个人呢 实际上是英国公民啊 他们有英国护照 所以英国当局呢 现在来看呢 很有可能会选择上诉 但是这个上诉呢 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他就必须承认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他的审判的合法性 也就承认这个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他这个宪法 也就间接的承认了这个共和国 所以现在呢 对伦敦方面 对基督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 那一个月的上诉期内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其他的变化 就是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我呢曾经去过 而且在这生活过 另外呢 战后呢我也去过 去过两次啊 实际上现在我从顿尼茨克方向了解最新消息呢 顿尼茨克方向呢 他的法律啊 正在进行修改 特别是呢 很有可能取消死刑 实际上在战争爆发之前啊 这个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就已经暂停了执行死刑 战争期间啊 很多国家实际上都是拒绝执行死刑的啊 那这个时间呢 是到2025年 那也就是说 这三个人即使宣判了死刑 到2025年之前 他是不会被执行死刑的 只能关押在监狱里面 这个大家首先要了解啊 你先得对顿尼茨克他的宪法 还有他国 他这个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他内部的情况先了解 我看国内很多媒体都不报道啊 这个不对啊 实际上我对顿尼茨克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我在那还生活过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你看我频道 我会告诉你一些媒体上 不告诉你一些信息 到2025年之前 他是不会执行死刑的 因为这个战争 这个宪法已经规定了 2025年不会执行任何死刑 所以这三个人呢 目前没有生命威胁 但是他如果宣判了死刑 他会判什么 无期 无期徒刑的话 实际上在监狱来说 对英国来说也是 特别是国内选举来说 他也是可以操弄的 所以英国政客很有可能会利用 这两个英国人在顿尼茨克 在乌克兰参战这个事情 包括在野党 执政党 还有英国的媒体 很有可能会有一波关注 实际上这就是说政治 他这种民主社会 民选社会 有的时候这个政治事件 它是突发的 那很多这种在野党 包括执政党 会利用突发事件 搞一波关注 拉一波选票 所以这两个人 我觉得后续 他会成为英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很多英国的在野党 包括现在的执政党 还有一个变化 实际上 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可以修改宪法 就是他可以取消死刑 那如果取消死刑 那这三个人最后 就是中心监禁 我个人判断 这三个人实际上最后会被交换 他实际上就是筹码 这次给他宣判死刑 就是为了最后交换 但是也不能排除 如果英国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没有谈妥 而且英国方面在乌克兰问题上 和俄罗斯起了冲突 那这两个英国人 你不能排除在顿尼茨克就就地枪决了 你也不能排除 现在情况非常微妙 英国方面 美国方面 基辅方面 俄罗斯方面 各方面反应都会对这两个人未来的生死产生巨大影响 实际上这一次开庭 现场还公布了一些文件 这个证据 我现在从当地的媒体获得了一些信息 我给大家公开一下 实际上大家看封面上 实际上就现场在法庭上公开了一些文件 这个文件实际上显示 外国公民兵 他们随身携带的笔记里面 包括万人坑 地理坐标 京县尾县 这个地理坐标 万人坑 从万人坑的地理坐标 那么当地的顿尼茨克人民共国的法医 在现场挖掘的情况来看 确实有一个万人坑 而且发现是当地顿尼茨克 也就是顿马斯的居民 所以现在看呢 这个外国公军实际参与了什么 参与了乌克兰当地这种种族灭绝行动 另外呢 在公军的笔记本上面还发现了两个英国人的名字 所以可以说呢 这两个英国人呢 和这个大屠杀事件和这个万人坑事件是有联系的 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这两个人呢 很有可能参与了对顿马斯 对乌克兰 乌东地区 当地老百姓的屠杀事件 集体屠杀事件 所以现在看呢 这两个人呢 如果被执行死刑 我觉得咎由自取 那最后呢 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那对这两个英国人的判决呢 我觉得这个时间呢 是有选择的 大家看呢 如果一个月以后英国方面上诉 也就是说呢 英国在7月份上诉 现在是6月 那么7月份上诉 上诉以后呢 开停在几月 8月9月 很有可能8月9月 大家知道乌克兰军队呢 将反击顿马斯 在顿马斯地区 进行反攻的时间定在几月份 8月份9月份 那你看这个时间 是不是精心挑选了 那第二点呢 实际上给英国政府出了难题啊 首先呢 英国政府 它是民选政府啊 那这两个人呢 是英国公民 那这两个人的生死呢 现在也关系到英国政府 特别是英国这个约翰逊政府 他的形象问题 呃 那么现在来看呢 英国政府呢 必须营救这两个人 必须来承认 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啊 派律师 是吧 那参与到上诉活动中 也就是上诉的话 就间接的承认了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 那实际上英国政府非常尴尬的 啊 你说这个两个 卢干斯克顿尼斯克两个共和国 你本身不承认 但是你派出律师 特别是你英国政府 那派政府的代表 直接参与到上诉 对吧 你间接就承认了 那如果你不承认呢 你啊 你不怕不上诉 你不派员前往顿尼斯 那英国民众呢 实际上英国政府 现在遇到一个难题 英国民众绝对不接受啊 那任何一个英国公民在海外 特别现在英国人已经把 顿尼斯克啊 把卢干斯克 把俄军包装成一个邪恶的势力 我自己这么正义的士兵 被为邪恶势力抓住了 是吧 我们能不营救吗 你不闻不问吗 实际上在我看来呢 这次审判呢 就是莫斯科方面啊 向伦敦方面打出一张牌 来警告约翰逊政府 另外呢 也制约约翰逊政府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包括 鱼叉反舰导弹 包括 按机的 对吧 反舰导弹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这种军事援助 实际上也是在警告伦敦政府 那最后呢 我觉得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啊 大家知道 在顿巴斯有大量的美国公军啊 包括北约 欧洲的公军 实际上都在乌克兰作战 在马里沫尔呢 实际上也俘虏了大批的外国公军 上百人 那这一次呢 对两名英国公军的审判 死刑 实际上呢 就是告诉 所有的欧洲国家 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军事援助的美国 你这些公民 未来面临的结果 很有可能也是死刑 就地枪决 所以在警告美国 那么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通过打压英国 对吧 通过这个判决两名英国人死刑 实际上也向美国施压 为未来和美国谈判也提供 大家知道 现在俄军手里要有美国四星上将啊 这个四星上将是在马里沫尔被逮捕的 另外呢 还有大批的上少校上校啊 一批的这个美国高级指揮官 也是从马里沫尔方向被逮捕的 人数不强 但是有一批 这些美国人未来的命运 那如果美国不介入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四星 就是枪决 美国四星上将被枪决 是个什么概念 美国政府一定坐下来和俄罗斯谈 这一次就是向美国释放一个信号 结果大家看懂了吧 实际上就是提醒美国赶紧跟我来谈 现在大家看 美国对待乌克兰 对待俄罗斯这场战争 态度越来越消极 你发现没有 没有前几个月那么积极了 美国现在开始转变了 态度非常消极 不再大力的支持乌克兰了 甚至卖给乌克兰的武器 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都是什么 都限制你射程 那今天就说这些 实际上大家能看懂 随着亚素钢铁厂 马里边的解放 大批的美国 雇佣军被俄军俘虏 实际上整个战场 乌克兰战场局势就发生了变化 马里边解放之前 你看看美国的态度 你再看看现在美国对待俄罗斯 对待乌克兰的态度 整个的180度 180度的转变 美国现在并不积极 在对待乌克兰问题上 美国再往回退 希望波兰冲上去 所以你看美国在后退 所以和马里边的解放 我当时说过 马里边解放以后 会发生一个巨变 就是美国在乌克兰战场 会发生一个情况变化 当时没有人相信 实际上你看现在所有的反应 整个乌克兰战场情况来反应 特别顿巴斯地区 乌克兰方面 它很难支撑顿巴斯地区 卢干斯克 顿尼斯克 那很快就会被解放 所以它整个的乌克兰局势 正在发生个巨变 很多人还没有理解 所以未来 顿巴斯战役的结果 其实大家都应该清楚 俄罗斯是一定会占领 整个顿巴斯地区 恢复卢干斯克和顿尼斯克 现场边界的 这个没有悬念 记住这个不是悬念了 现在从这个情况来看 这是铁板钉钉的 美国已经放弃了乌克兰东部 顿巴斯 只有乌克兰自己还想拼一拼 把这些公民军派上去 在北顿尼斯克 利息昌斯克守一下 但你看现在结果 美国不支持 最后结果没用 守不住 而且美国还有西方 他这些人员被俄军俘虏了 他怎么可能全力支持你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一定会失去顿巴斯 这个情况现在越来越清晰了 而俄军拿下顿巴斯以后 下一步会进攻哪呢 进攻地涅伯 进攻奥德萨 这就是下一步俄军的计划 所以你看 现在整个乌克兰战场情况 正在发生变化 而且非常清晰 从现在情况来看 实际上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 宪法边界恢复 俄军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后续顿巴斯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在及时给他汇报